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想法就是说既然你政府有调取言论或者是移除言论 调取个人资料或移除言论的需要 那你就把你的过程你的法律依据或是你的相关的需求跟数据说清楚 那你讲清楚了以后人民看到了他觉得放心了才能做得顺利 43个单位回传的资料显示 没有任何政府机关有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作业流程 那关于数据面的话也非常的少 就是这三年2012年到2014年这三年 只有4000我们汇诊到的资料只有4908笔的索取网路个人资料 还有1234笔的移除网路验论这样的资料的情况 政府应该要主动的把一些事情该说明是你说清楚 就是像刚刚说的法律依据然后数据然后作业流程 那你说清楚了人民才能信任你那如果你觉得政策上会觉得有困难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跟民间这边沟通我想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那你跟民间说到底哪里有自爱难行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也许看民间哪里使得上利的 我们就可以帮忙实力这样 根据香港他们的报告 他们第一次发表的网路透明报告 他们在三年的那个就是有关于政府去索取人民的这些网路的资料里面大概只有1万多件 那你看说台湾其实香港人口应该是比台湾要少1万多 他们的统治数据是有1万多 那我们这一次做出来的结果只有4000多 在人群保障与犯罪增防兼顾的横平的处理的标准作业程序 其实你们是还没有监督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的这个起步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起点 而在国家未来的制度上是一个建立基础非常重要的起步 在调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国家的双重标准 他用犯罪资访的理由 他可以他可以自意的去调阅各资 可是呢我们又问这个理由要去调阅资料的时候呢 还不涉及各资却也严格的被拒绝 我们认为政府的资讯应该要越公开越透明越好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让人民可以去监督政府必要的一个前提 如果政府本身的运作不透明不公开 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监督政府 反之呢在民主国家里头生活的人民 他的个资应该要越隐秘越好 所以呢我们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头大概都可以看到两部法律 一部法律叫政府资讯公开法 另外一部法律叫做个人资料保护法 它其实背后原来应该要彰显的意义就是我刚所说的 政府的资讯要公开透明 但是个人的资料要越隐秘越好 个人的资料往往在政府的一个这个质疑的收集底下 其实没有所谓的个人隐私 或者说收集进来之后 它的一个再利用往往也没有真正保障到个人的自主权 所以个人的资讯隐私的保障其实在台湾 虽然空有一个个人资料保护法 但是它却是常常没有办法获得保障的 反之当人民想要去跟政府要资料来监督政府的时候 却又往往遇到政府 他拿着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的这个理由当作是借口 拒绝提供人民可以来监督政府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资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情况 公务机关按照我们现在个资法的第15条规定 规定的还蛮笼统的 它赋予了公务机关还蛮广的一个权限可以去收集个资 包括说你只要是执行公务的这个 执行职务的必要范围内就可以收集 不用经过当事人同意 当然你如果经过当事人同意那是最好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也OK 只要你是执行这个你的职务的必要范围内就可以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性是说你对于个人的权益 没有太大侵害的话也可以不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就来收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个资法赋予 公务机关蛮大的一个权限可以去收集个资 其实它本来应该要在 就是说在通讯保障监察法的这个规范底下来作为 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通讯保障监察法 它规范的对象比较像是流动当中的资讯 就是它是以监听的那个概念来想象 所以一旦资料比如说email 它不是在传输当中它去截取 而是已经传输完毕 已经储存在某一个网络服务的提供者那边的时候 它去跟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的时候呢 说这个时候不用适用通讯保障监察法 为什么 因为通讯保障监察法只管那个 这个当中还在还在传递当中的email 它才会适用那个法律 然后要受到相关的法院的一个拘束 反之到了那个地方变定点了 储存的资料的时候 它却说已经不用适用通讯保障监察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通讯保障监察法它的可能 它的这个规范的范围可能因为相对狭隘的关系 没有办法充分的保障这边的权利 在网络犯罪部分 有一些是 大部分都是被动的民众剪辑 或是有人来提出告诉 那少多是我们主动去从网络发现 然后去 证办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 事实上整个在证办案件当中 都是在刑事诉讼法的一个规范之下 不得监 监察的部分 我们都是在法官的核准之下才来办理 那当然我们在科技方面 因为目前我们整个警察单位已经变了 所以我们刑事警察局还有各行李大队 他们都有网络侦查的单位 那事实上有一些分级是没有 那当然有建议史我们一直在提升 我们希望各单位能够成立 网络侦查或是科技侦查的一个 真正的任务 真正的一个的单位 让他我们以后办这个能够更完整 我们这次提供的一些 我们查询的测试 还有使用者的数量 有一点好像没有很清楚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单位在侦办的人蛮多的 那有时候在会诊当中 可能没有那么完整 那这一部分我们慢慢会法制化 让这个统计的数字能够真实的呈现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针对说某些在网络贩售的商品 我们怀疑他是有没有经过检验 我们要进行调查的时候 如果他在网路上没有揭露 卖家相关联络的讯息的话 那我们唯一能够透过的就是 跟一些平台业者 或者是说一些电信业者 跟他们索取这些卖家的资料 来进行调查 那这是索取资料的部分 那有关于移除的话 就是经过我们调查人员 就是经过调查之后 确认他这部分 违反我们商品检验法 他没有经过检验 就进行贩售 那因为这个部分有相关的罚则在 那我们会除了 秀卖家进行处分之外 我们还会通知平台业者 将他上面没有检验的商品 就是在网页上这个部分 进行下架的动作 他都是停止 进行 46 太多干了 obs丹尺 自己来